那现在我们学习导数的运算法则 Rules of Derivative,主要是加减乘除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些运算法则 第一个就是如果一个函数乘上一个常数 它的Derivative可以等于这个常数乘上这个函数的Derivative 意思就是说我们常数可以提到导数的符号外面去 第二个,两个函数的加减 然后再求Derivative 它们等于它们的Derivative 先求Derivative,然后再求加减 第三个是乘法 两个函数相乘 也和Derivative 是第一个的导数乘上第二个 再加上第二个的导数乘上第一个 三个以上也是一样的 如果是fx,gx乘上hx 我们每次只求一个函数的导数 然后其他的函数不变 然后再加起来 等所有的函数都求过Derivative以后 我们把它加起来 这是三个和三个以上 这个我们叫product之路 叫乘法法则 那么除法 除法的Derivative 那么是分子的导数乘上分母 再减去分子乘上分母的导数 然后再除以分母的平方 这个我们叫caution rule 这是我们加减乘除的Derivative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的证明 第一个就太容易了 我们知道求Derivative 就是求极限 那我们c乘上fx的Derivative 我们根据Derivative的定义是求limit h去进0 然后cfx加上h减去cfx 我们就是把c乘上fx 当成一个函数的整体 那除以h 那么c我们就可以写到极限的符号外面去 那就是fx加上h 减去fx除以h 所以c乘上fx的Derivative 第二个加减 加减的Derivative 我们是把他们加减 是看成一个整体 这相当于是一个整体的函数 所以说to limit h去进0 那么他们是一个整体 就是fx加上h 加减gx加上h 相当于是这个整体的一个函数 那么减去这是fx加减gx除以h 那我们把它们分开就是什么 就变成fx加上h 减去fx除以h 再加或者减 再加或者减gx加上h 减去gx除以h 所以是等于fx的Derivative 加减gx的Derivative 我们先看乘fx乘上gx 这个叫Derivative 那我们是fx加上h 乘上gx加上h 减去fx乘上gx除以h 那么这直接是画不出来的 那我们通过加一个减一个的方法 例如说我们是fx加上h gx加上h 我们先减上一个fx gx加上h 减了一个嘛 再加一个 这是不变的 然后再把后面的减上 好 除以h 那我们可以分向前面两项 前面两项我们有个gx加h出来 所以是fx加上h 减去fx除以h 然后把gx加上h我们提出来 那么后面两项就有fx做一个公因子提出来 然后gx加上h减去gx 然后除以h 然后除以h 那我们知道当h去近0的时候gx加h是去近gx的 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两项来算就是了 这是fx加上h减去fx除以h 再乘上gx加上h 再加上h 再加上h去近0 fx是gx加上h减去gx除以h 那我们知道变量是h去近0 所以fx是可以看成常数的 那这里当h去近0是去近于gx 所以是 那么这一项是fx的导数 这一项是gx的导数 所以是x的derivative乘上gx 再加上fx乘上gx的derivative 这是乘法 那我们看除法 除法的derivative 那我们根据derivative的定义 那么就是fx加上h 这是gx加上h减去fx除以gx 然后除以h 上面是两个分式相减 所以只要有分式相减 我们就用通分 common denominator 那这里就是变成fx加上h乘上gx 减去fx乘上gx加上h 然后再除以h 然后再除以gx加上h乘上gx 然后除以h 我们把它们拿下来 就变成 我们把它干脏 我们把它干脆拿到另外一边去 gx加上h乘上gx 然后这是h 然后fx加上h乘上gx 那么减去fx 减去fxgx加上h 这两个相减 也再除以h 也看不出是谁的导数 那我们同样 我们利用加一个减一个的方法 那前面是fx加h 所以是fx加上h乘上gx 我们再减一个fxgx 那么这个时候 有gx作为公因子 那么减了一个 我们就加一个fxgx 再减去fxgx加上h 那么再除以h 然后这边是gx fx加上h 再乘上gx 分之1 那么就跟我们乘法一样 我们这把分子分成两下 h去进0 那么是fx加上h 减去fx除以h h 那么这里是gx 这里有公因子fx 但是gx减上gx加h 那我们导数里面是gx加h h 减去gx 减去gx 所以我们把这个加号 前面这个加号变成负号 然后把它们两个调过来 好 再乘上1 除以gx加上h乘上gx 那么这个是fx的导数 那么这个是fx的导数 这个是gx的导数 然后后面这一项去进gx的平方 所以是fx的导数 好 好 这前面还有个公因子 这有个公因子 gx 好 这后面这有个公因子 fx 所以fx导数乘上gx 再减去fx乘上gx的导数 除以gx的平方 这是除法的法则 这是我们求derivative的最开始的 可以用的一些法则 好 那我们用这些法则来求一些 来看一些立体 第一个 fx等于 2x立方 再减上5x平方 加3x-7 那么fx的导数 这是2x立方 减上5x平方 加上3x-7 那么就可以写成各自的导数 因为是加减 那么2x立方 我们说常数可以提到符号 这个导数符号外面 所以是2 那么x的三次方是3x平方 好5 那么x平方的derivative是2x 再加上3 那么x的derivative本身是1 那么7的derivative就是0 所以是6x平方减上10x加上3 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立体 fx如果是等于 x3次方 加上4倍的cosx 然后法下6x 另外1x 再减上3 2分之pi 找fx的derivative 和fx在2分之pi出的derivative 那这种解法 后面这个我们设置先 一般的情况下 如果说我们现在我们基本上利用求derivative的formula和它的rules来算这些 那我们先把它的derivative算出来 然后把这个值带进去就可以了 八分之π这个值带进去就可以了 把它的值带进去 那我们先看fx的derivative 这里我们就直接利用公式了 我就不再写那么详细了 x的derivative x三次方的derivative是3x平方 cosx的derivative是负的3x 这个4 外面的这个4就是constant 我们可以直接写 3二分之π 那它的derivative是多少呢 很多同学一开始就怕它写成cos二分之π 那是不对 3x的derivative是2分之π 3x的derivative是cosx 但是3二分之π它是一个常数 它等于1 它就是一个常数 如果说这个函数这个理念不是x 而是其他的任意的常数 它就是表示也是一个常数 只是在2分之π这取值 所以3一二分之π的derivative一定是0 因为3一二分之π是 3一二分之π是一个常数 好 那么 我们在2分之π出的derivative 我们现在就不需要用这个definition来算 因为我们已经算出来了 这是一个导函数 我们就 等于求出了它的derivative以后 把它的值带进去就可以了 这是2分之π的平方 减去4倍3一二分之π 所以结果是 4分之3π的平方 再减4 因为3一二分之π是1 我们再看第三个 y等于e的x方 乘上3x加上cosx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两个函数相乘 所以它的结果 首先是两个函数相乘 所以它的derivative 是第一个的derivative乘上第二个 因为是括号 所以我们把括号里面看成一个整体 再加上第一个函数乘上第二个函数的 derivative 那么e的x它的derivative就是它自己 好 再乘上3x加上cosx 那我们后面这一个 在括号里面的导数 括号里面是两个函数相加 所以分别求导数就可以了 分别求导数 那么3x的derivative乘是cosx cosx的derivative乘是负的3x 这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可以把它们展开一下 就变成1的x3x加上1的xcosx 再加上1的xcosx 再减上1的x3x 所以这两项是约掉了的 所以变成2被1的xcosx 现在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是乘法 那我们看除法 如果说fx它是等于tanx的 那我们怎么样去找 tanx的derivative 我们知道tanx它是没有直接的formula 但是我们知道其他的所有的三角函数 都可以用3和cos来表示 那我们就把它们用3cos来表示 就是fx它是等于tanx tanx用3cos来表示 就是3x除以cosx 所以fx的derivative就是sinx除以cosx 然后derivative 那我们看到这是除法 那我们要用caution rule 那么就是分母的平方分子的导数 是我们写上写几 一步一步写 就是sinx的derivative乘上cosx 减去sinx乘上cosx cosx的derivative 那么sinx的derivative是cosx 所以变成cosx的平方 而cosx的derivative是负的sinx 所以变成加上sinx的平方 再除以cosx平方 那么分子是cosx平方加上sin平方 所以是1 就变成分母是cosx平方 好 那么cosx的分之1是secondx 所以这个是secondx平方 这是tanx的derivative 所以用caution rule得到的 那我们可以看 那我们可以看 caution的x 好,我也等于caution的x 那我们知道 caution的x的derivative 就是cosx除以sinx 这个derivative 那么cos就变成了分母的平方 分子的derivative乘上分母减去分子乘上分母的derivative 那么cosx的derivative是负的sinx 所以是负的sinx平方 sinx的derivative是cosx 所以是负的cosx平方 好,分母就是sinx的平方 那么这是变成可以写成负的3x加cosx 也就是负的sinx平方 加cosx平方 除以sinx平方 那么括号里面是等于1 所以是负的sinx平方分之1 但是sinx分之1是cosx平方 所以是cosx平方 那么我们同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得到 cosx的derivative是等于 cosx的derivative是等于tendx乘上secantx 然后cosx的derivative是等于负的cortendx乘上cosx 那我们结合我们以前讲过的 我们又得到了一些formula 就是tendx的derivative是等于secantx平方 那么cortendx的derivative是等于负的cortendx的平方 然后是secantx的derivative是等于tendx乘上secantx 而cosx的derivative是等于负的cortendx乘上cosx 那么再加上我们前面的八个公式 我们现在总共有十二个公式了 这十二个公式再加上我们的 这个加减乘除的运算法则 我们可以求出一些比较简单的函数的derivative 好 那我们看 我们看一下一些立体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 第一个 fx它是等于2倍的tendx 再加上secantx 第二个 第二个是fx它是等于x平方 再乘上logx 再乘上cosx 我们来找 我们来找 fx的derivative 那么第一个 fx的derivative 2倍tendx 我们知道tendx的derivative就是 secant平方 那么secantx的derivative是tendx乘上secantx 而1的导数是0 而第二个 fx的导数 那么它是三个函数 三个函数相乘 所以是x平方乘上logx x平方的导数乘上logx 再乘上cosx 再加上x平方 再乘上logx的derivative 再乘上cosx 我们每次取一个函数的derivative 其他函数不变 然后把它加起来 所以是2xlogxcosx 再加上 这是logx的derivative 是x分子1 跟这个x平方约掉一个 所以是x乘上cosx 那么最后是x平方乘上logx cosx是负的3x 所以写出来是2xlogxcosx 再加上xcosx 再减去x平方logx乘上3x 这就是我们加减去x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加减乘 除法我们刚才 我们再看一个除法 fx如果是等于1加上3x 除以1加上cosx 除以1加上cosx 那么求它的derivative 它的derivative 那么就是1加上我们分子分母的平方 然后分子的derivative 乘上分母 减去分子 乘上分母的derivative 好 那么1加上3x的derivative 就是cosx 另外1的derivative 是cosx 另外1的derivative就是0了嘛 cosx乘上1加上3cosx 再减去 再减去1加上3x 那么1加上cosx的derivative 就是负的3x 好 除以1加上cosx的平方 我们把分子展开 就是cosx加上cosx的平方 再 这是负的 负的 所以是再加上3x 再加上3x的平方 所以1加上cosx的平方 所以分子变成了1加上cosx 再加上3x 因为两个平方加起来等于1 分母就是1加上cosx的平方 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求derivative的一些rules 我们叫做它的四则运算 derivative的四则运算